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9号晚在乌鲁木齐出席新疆武警部队反恐维稳实施大会并讲话 孟建柱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 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提前防范掌握主动依法严密打击暴力恐怖犯罪 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安全感保障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孟建柱指出当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 但是境内外三股势力乱我新疆之心不死千方百计制造实施捣乱破坏活动 近期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接连制造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性质恶劣手段凶残给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新疆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广大武警官兵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 立即行动起来 继续发挥武警部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以赶打必胜的战斗精神 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企业 从其